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高品质生活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走出了一条资源循环利用 生态持续改善 经济稳步发展的道路 2022年 泉州地区生产组织首次突破800亿元 达到842.55亿元 增长5.7% 高于全省3.4个百分点 12项主要经济指标中 有10项实现正增长 10项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4项位列全省第一 3项位列全省第二 绿色是海溪州发展的底色 也是海溪州最大的品牌 海溪州始终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国之大者 像保护眼睛一样呵护绿色生态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以实际行动 生动诠释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的海溪担当 实现了由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的历史性转变 为助劳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做出了海溪贡献 公众生态满意度达到91.26% 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 根植人心 祖国聚宝盆的山更绿 水更清 天更蓝 位于青海省西部的海溪州 是全国最大钾肥产业基地 全国陆上第四大主力气填 全国重要新能源发电基地 作为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的主阵地 主战场 海溪州胸怀大局 以一张蓝图汇到底的决心和短破 精准对接对标六个现代化新青海奋斗目标 立足海溪资源秉赋和产业基础 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按照综合开发 循环利用 永续发展的思路 坚定不移 贯彻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盐湖资源开发为核心 融合盐湖化工 油气化工 煤炭清洁利用 金属冶金以及新材料 新能源 及其装备制造 特色生物等 多产业横向扩展 纵向延伸的循环的发展路径 清理实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工程 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年 投资项目攻坚年 产业链长制推进年 照商引资提效 城乡环境清洁 生活品质提升六大行动 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延伸产业链 力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以产业四地建设 奏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奋力推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 迈出新步伐 奋力推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打造 实现新突破 奋力推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 呈现新亮点 奋力推动绿色有机农续产品输出地打造 取得新成效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家底欲佳丰厚 殷实富饶的聚报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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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